認真在考慮是不是要來做吃播 真的很爛 他真的超級無敵好吃 我會跟你離婚 超好吃 Hello!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Today we're gonna do something different, okay? We're gonna make today an English only day He's making more coffee now You know why? Cause we didn't sleep well last night And guess why? Ta-da! Here's Rafi Our little s**t pet So my mother-in-law, she's on vacation That's why we're looking after him for the next 10 days And he's old I think he's like 12 or 13 years old And he got heart problem So he has to take medication two times a day And then sometimes he will cough during the night We gotta give him like a cough and syrup Which supposedly should help with the coughing And knock him out, you know? But I don't know why it didn't really work last night So he was coughing really bad And then I gave him the medication And then he puked it all out And for sure, as difficult as he is He makes sure he puked at three different spots One there, one there, and one over there at the kitchen So here's our little Rafi Aka Dirt Eater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say Rafi? Why do you make it so hard? You make sure we suffer from the very first night, right? He's being cute now And he kind of smells already Which is not good Yeah 昨天的那個英文天 根本後來沒有錄到什麼 因為我老公這幾天工作比較忙 要開很多回 所以幾乎我們沒有講到話 昨天就結束了 所以其實後來覺得這不是一個好的主意 所以我昨天後來就沒有繼續錄了 然後呢我最近有一個想法 就是我有認真在考慮是不是要來做直播 因為我發現大家好像蠻喜歡看我吃東西的 我本人也真的蠻愛吃東西的 所以我想說如果我可以做我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剛好你們又可以喜歡看 像是還蠻完美的一個狀況 只是我還沒有確定我要用怎麼樣的形式來做直播 就是一切都還在考慮跟計畫當中啦 那我是有想說我可以邊做直播邊聊True Crime 因為你們也知道我非常喜歡看那種真實犯罪案件的紀錄片 或者是電影或者是YouTube的影片 就是我看很多 我是真的非常樂在其中 我很喜歡看 我會覺得如果我把吃東西跟True Crime這兩個我很喜歡的東西加在一起 我應該會很有熱忱在做這件事情 我是一個這樣的人 就如果今天我看到一個我沒有看過的案件 就我沒有聽過的 然後如果這個案件又讓我非常著迷 我很喜歡的話 我有說就會瘋狂的去做超多的功課 我會開始找這個案件的相關的新聞 它的相關的電影 相關的紀錄片 相關的影片 我會瘋狂的開始看這個案件相關的東西 這是跟做影片沒有任何關係喔 這就是我真的算是個人的興趣 我最近看了幾個True Crime的Documentary 然後我發現這個案件是我沒有聽過的 因為你們也知道我看很多YouTube上面的頻道是在講True Crime 這一陣子發現的這個案件是連他們這些頻道都沒有講過的 所以我看到的時候我就還蠻驚訝 想說竟然還有我沒有聽過的案件 所以我就是整個開始瘋狂的看他周邊的所有的新聞 所以我有想說我是不是可以邊吃播邊跟大家 用講故事的方式分享這個案件給你們 可是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有興趣聽或看這種東西 因為我本人是很愛 可是我不知道看我的影片的你們 是不是也對True Crime有興趣 我想趁這支影片順便問一下你們的意見 你們會想看我的吃播嗎 那如果會想的話 會想看怎麼樣的吃播呢 就是如果我邊聊True Crime邊做吃播 你們會看嗎 還是說你們會覺得聊真實案件會有一點點 就是太多了 太可怕了 不想看 那如果你們不想看我聊真實案件的話 你們又會想看我聊什麼呢 就是希望你們可以給我一點意見 跟一點你們的想法 這樣我才可以大概知道我應該要怎麼做 所以在這邊就先謝謝你們 我今天晚上呢想要吃新拉麵 你們有沒有覺得有時候 沒有來的就是會突然非常想吃泡麵 你突然看到我還有一籃 我要吃一籃還是要吃新拉麵呢 我想一下 我其實還沒有吃過一籃的這個 這種泡麵包裝的拉麵 這是我在巫儀上面買的 我覺得今天還是吃新拉麵好了 我通常會很專手泡麵包上面的料理時間嗎 因為我會 就比如說它上面如果寫煮四分鐘 我就會煮整整四分鐘 不多也不少 這是我的一個小小強迫症之一 這是我的一個小小強迫症之一 開動 I was waiting to film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剛才夾了一點泡菜可以配 啾啾吃一次泡麵好好吃喔 我常常泡麵啊不喜歡加太多水 因為我喜歡比較濃一點 可是 可是因為新拉麵很辣 所以新拉麵是唯一的泡麵 我會加很多水的 因為要不然我吃不下去 你要吃一口泡菜嗎 Yes 因為我其實不是一個很難吃辣的人 我真的很爛 我總覺得我大學的時候比較能吃辣 但不知道為什麼越老就越退步 現在真的戰鬥力非常弱 一點點辣我就會嗨嗨叫 所以新拉麵對我來說就是 完全是太辣的東西 所以我就一定要加很多水 才可以沖淡一點辣味 還會加很多料在裡面 像我有加牛肉丸啊 魚板啊 所以也可以再更沖淡一點 我還記得我以前在杯的時候啊 每一次下班我最想吃了兩樣東西 要不然就是便當 要不然就是泡麵 我覺得這兩樣是可以很 療癒我心的兩樣食物 這是假醜吧的一個概念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只有上班完 我會特別想吃這兩樣東西 而且我說的便當是那種 你可以比如說是雞腿便當 然後旁邊三樣配菜 你可以自己選的那種便當 我老公在喝酒了 不過我老公喝酒是 喝完是可愛的 有一些人喝完酒品很差 但我老公不是 他喝完就會變得 就是很 很軟 很對然後很sweet 我不知道中文要怎麼講 甜 中文講甜有點怪怪的 還是會變得很 很友善 然後他會一直跟你說 喔 可以講嗎還是不能講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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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I沒有人想聽 TMI TMI 什麼意思 Too much information Too much information ok sorry 沒有人想聽嗎 大家想不想聽 想聽的留言我就下次告訴你們 我老公今天要吃 昨天我煮的咖哩 我昨天晚上煮咖哩 我就是一個不會煮飯的人 所以我很多時候 我都不會抓份量 比如說兩個人 我應該煮多少雞肉 加多少洋蔥 通常如果食譜 是多少人的食譜 我就會做出多少人的東西 我不太會去調量 我就會照著做 然後我每次都做太多 所以就剩超多咖哩 但我覺得我這次做的咖哩 蠻成功的 對不對 對 那是我第一次做咖哩喔 我用的是日式咖哩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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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食 Sorry 吃完了 狂流鼻涕 我看起來好像哭過 哭過了 甜點 直接 我媽每次看我的影片 然後只要我狂吃 就是說我是生到豬還是生到女兒 現在一定又要一直講說我很胖 各位 我還沒有鄭重介紹過這個 Trader Joe's的冰淇淋 它真的超級無敵好吃 而且我跟你們講它會上癮 它叫Hold the comb 它裡面就是有 幾個啊 六個 十個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像這樣 小小的冰淇淋 冰棒 甜筒啦 它每一個就是這麼小 我最喜歡吃的是巧克力口味 就是這一個 那我覺得它很 真的很棒的地方是 我覺得應該大家都試吧 你通常吃甜筒的時候 你是不是最喜歡 最喜歡就是喜歡吃 最尾巴tip的這個部分 就是塞滿了冰淇淋 然後又有甜筒 這個waffle可以吃 所以它這裡面的每一個 都是精華中的精華 就是最 甜筒冰棒最下面的這個地方 所以超好吃的 而且不會很甜 美國大家 趕快去買 而且我覺得一次可以至少買兩盒 因為以下就吃完了 因為它小小一個 因為它小小一個 對啊 而且我覺得它巧克力 用的是好的巧克力 你吃得出來 它不是那種很便宜 然後很死甜的那種巧克力 真的超好吃的 我上個禮拜去Trader Joe's 我上個禮拜去一次 我上個禮拜去 沒有買這個甜筒冰淇淋 因為我想說不要再買 因為我知道我買了 我就一定會去吃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買 不要買的時候 你就沒得吃就不會吃了 就我整個禮拜都在想 我每一天 我吃完飯想要吃甜點的時候 我就會一直想說 我怎麼沒有買那個冰淇淋 我好想吃冰淇淋 所以我這個禮拜去就買了 我在Instagram發照片 我去我們家這邊的Safeway 看到他們有越來越多台灣的冰棒 而且也是多到有點誇張的那種 之前我一開始來它只有一種 就是黑糖珍奶的冰棒 現在至少有五種還六種吧 而且真的是在我來之後的幾個月 我就覺得它是為我而開的 對 你是不是偷偷寫進去給它 它還有出了幾款 是我連在台灣都沒有看過的口味 像它有一個是珍珠芋角 就是芋頭 下次應該會去試試看芋頭的那個口味 有人留言跟我講說 你是不是有一個是布丁的 他說那個很好吃 有兩三個人這樣講 所以 好好吃喔 最後一口 最精華的部分 完美的 完美的 我以為你離婚 完美的proportion OK 最完美的一口 乾杯 好酷喔 好酷喔 我們今天晚上呢 要吃我之前在Trader Joe's買的一個蝦 蝦牌吧 那邊算是 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看起來有點像那個 漢堡牌 可是它裡面是蝦餅 就像美味蟹飽一樣 只是它是蝦飽 這邊是個悲傷的故事 我們本來要夾在麵包裡面 就是當蝦飽吃 可是麵包剛剛發現發霉了 所以沒有麵包 所以我們就要走一個健康路線 我們要配生菜吃 就跟那個摩斯漢堡的摘鮮綠 什麼東西一樣 就是那個 只有生菜的漢堡 但是 我們有婆婆 煮給我們吃的義大利麵 這義大利麵呢 我忘記義大利文名字怎麼講了 它裡面只有 起司跟胡椒 其他什麼都沒有加 你聽起來會覺得這樣非常無聊 怎麼會好吃 但是真的 如果你用好的起司 好的麵 好的油 就是真的會超級無敵爆好吃 好好吃喔 So good 是一個無肉不歡的人 然後我也是一個 無澱粉不歡的人 我很愛吃澱粉 我很愛吃 義大利麵 我很愛吃麵包 這類的東西 所以呢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 蝦飽 看起來很不怎麼樣 可是我其實覺得蠻好吃的 然後配義大利麵 然後這是我們在韓國超市買的那種 胡麻醬 我還蠻喜歡這個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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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菠菜蛋 加料 你們不覺得菠菜是一個很詐騙的蔬菜嗎 就是你看像這樣看起來很多 然後到最後炒出來只有一點點而已 這就是我做的泡菜豬肉炒飯 我覺得這是一道很不容易出錯的料理 而且很簡單 你只要有泡菜有豬肉 然後我還加了甜椒啦 但也可以不要 泡菜 泡菜 炒飯它真的是最簡單的料理 連我這種不會煮飯的人都可以煮 不太需要太多調味 因為泡菜本來就有鹹度跟味道 好好吃喔 我這幾天一直很想吃韓國料理 不知道為什麼 我在美國也會突然很想吃豆腐鍋 像捲豆腐那種 我做的碗 然後我故意用那種豬肥的豬肉去炒的 超好吃 我愛肥肉 我愛喝一點 kombucha 台灣好像沒有這個東西 它其實喝起來有一點點像氣泡水 它據說是會幫助你的腸胃促進蠕動 所以會幫助你消化跟排便之類的 就是腸胃的 真的有沒有用我不知道 這幾年美國開始很紅 有一點是那種 就是比較稀皮的豬 都會很多 kombucha 他們甚至會是 on tap 這種就是很 fancy 好打不開耶 老公拜託 What a service Thank you 我覺得很好喝 其實就很像有味道的氣泡水 然後你看它下面都會有一些 是不是沉澱物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這裡面是什麼耶 我看一下喔 有紅茶綠茶奇異果汁 蔓越莓汁 檸檬汁 薑汁 就這樣耶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啦 但如果沒有的話 下次大家來美國玩可以去買來試試看 我覺得很好喝 這是我的奶油啤酒杯杯 那一年老公我生日他帶我去 倫敦的 Harry Potter Studio Tour玩 然後這是我唯一買回來的紀念品 我不知道大家 年紀越大會不會越覺得 其實很多時候去那種主題樂園玩 你會覺得 你看到東西你會很想買 比如說什麼 玩偶或那什麼之類的 就是沒有用的東西 你會想買 可是你就會想到你家裡已經一堆垃圾了 就是年紀輕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不顧一切就會買下來 可是你年紀越大 有時候就會有一點點理性在裡面 你就會覺得我買回家還是放在那邊 然後又是垃圾又更多 所以我那次去 Harry Potter Studio Tour 我很多東西都想買 像那時候我也很想買那個魔杖 就是很沒有用的東西 但我後來都沒有買 所以我那時候只有因為 而且這其實也不是我買 是因為我那時候在那邊有喝Butter Beer 然後它 Butter Beer的價錢就是含 附這個杯子 就是你可以帶回家 所以就 有這個杯子當紀念品 我其實後來才在跟老公講啊 我覺得我有時候有點後悔 我這麼晚才開始做影片 因為我們之前已經去過很多 我覺得很酷 很希望那時候也有錄影片 紀錄下來的地方 像包括倫敦的那個 Harry Potter Studio Tour 就是其中之一 我就覺得要是我那時候就有錄影片 就會有很多片段 那時候就會紀錄下來 現在就可以再拿回來看 因為我真的 我是哈利波特鐵粉 所以我那時候去真的好開心 看到很多他們真的拍電影的時候 用的場景啊 還有包括道具那些的 我真的是 看到辛花怒芳 我超級喜歡那一年的生日禮物 嗨大家 這禮拜的VLOG 就在這邊結束囉 我要來去卸妝了 這禮拜沒有真的出去哪裡 所以這禮拜的影片就會一直是 不停的我在吃東西 或者說都 我都會覺得我自己的VLOG很無聊 所以我會覺得你們怎麼會想要看 可是 因為我在Instagram問大家想要看 髮品分享還是想要看VLOG 大家又投VLOG 所以這禮拜就又是VLOG 可是我會覺得 不知道這樣連三個禮拜一直VLOG 你們會不會覺得好無聊 既然你們投VLOG那就VLOG吧 就希望你們還喜歡這個禮拜的VLOG 祝你們週末愉快 大家可以好好在家防疫看影片 然後希望台灣可以趕快疫情消失 大家趕快都可以外出繼續出去玩 那我們就下個禮拜見囉 掰掰